大家好,我是尼老师,我是大家的挪威尼老师 那么这几分呢,我们来看一下怎样用挪威去面试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第一个单词,英语 英语就是面试的意思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幻想一下 我们要去工作面试 我们来到别人的公司,进到别人的HR 一句话,要怎么说呢? 一般来说,HR他会先开第一个字,先开头 他会说,Good Doc, Welcome Good Doc, Welcome 是说,日安,欢迎你们,你来到 那么一般来说,打比方如果不面试的话 我就会礼貌心的回去,Good Doc 那么一般来说,工作面试的话 他会一来的话,一上来 他不会直接问你一些关于工作上的 他们都会先跟你横举两句 很长用的一句话就是,很长用的一句话就是 先去一句 他就能议,他会问,你要很长时间来到这吗? 'A'YI纪 był able to connect them by asking you 'Khomme Berlusаль '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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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ll be working in the book 这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イケソ シカトウティヌ イケソ シカトウティヌ イケソ 当你表达的意思 其实它不单诀 表达的意思不太长 别人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是否定的话 你都可以说是イケソ イケソ シカトウティヌ 是两个小时 你知道别人提点面试 HR肯定会问你要不要茶 或者咖啡 一般他跟你聊天 大家都是一边喝茶 或者咖啡 一边聊的 所以他会问你 you do a cafe 我把茶和咖啡的某个语句 先吊转了 按照这个句子的写法 那个HR它会说 you do a cafe Alan cafe you 你想不想 you 是女 他 不要 he 茶 Alan 或者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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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如说 he 是茶的意思 你也会说是咖啡 就是咖啡 然后你会再说一句talk 就是谢谢的意思 那么他就会跟对自己说的 就会给你一杯茶 或者一杯咖啡 那么接着下来 就开始面试了 那一般来说呢 HR他肯定会 其实他的面试内容 跟我们在国内的工作面试 是很像的 一句话 他就想 一般来说 他就想看一看你对 你现在预训的这个公司 有没有什么了解 那么他就会说 chenn you on woll sales k chenn 是认识 那么把动词提前呢 就代表这是一个疑问句 他在挪威里的语法是这样的 you 是你 lou 一些关于 on 是关于 lou lou 我们 salesk 公司 那么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对公司的了解来说一些 譬如 那是一家国际公司 你就可以说 你也可以说一下你对公司的了解这个可能你知道它有多少个元素吗? 你也可以说一下你对公司的了解这个可能你知道它有多少个元素吗? 那比如说 wherever hh hormone en e be Step be Step you be Step 它有 超过 1200人员工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面试 无论是国内国外 最重要的是 你真的要对那个公司有所了解 那你就可以说出 他那个公司的核心价值 还有他们的目标 那这就是他们应该这么表达的 Degas 创造网络 Degas 创造网络 Degas 是你们的 Degas 是核心价值 Degas 是是 然后你就可以接着说 你的对公司的了解 就说出他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什么 或者可以说 他们的目标 Degas 是你们的 Mor set 是目标 Degas 是核心价值 Degas 创造网络 那回答完对公司的了解之后了 一般来说 一切就会有这样的借上了解自己 那他不常说 Degas 创造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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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是可以,可不可以 3,是你 1,2,3,介绍 3,是你自己 然后,这里我先打个比方 就是说你是从你五年到你八年在哪哪学习的 你的方向是什么 从你几年到你第一年你在哪里工作 那我们应该这么说 你看 Makerhンダホ 你 嗯 看 Makerh牠 poi 嘴 我不 surprised 莲 thu 这 inic 它是从 從2005提倫是到2008 student是學習 人是我 一是在後面去說你的學校的名字 然後student student r 這句話表達你的學習方向是什麼 student 是學習方向 r 就是 我們現在的接続就說 要表達我們從每年開始到每年 我們是在哪裡工作的 我們應該怎麼表達 看這一句話 vra tutusimu ni er tutusimu ele vra tutusimu ele vra tutusimu ni er tutusimu stationary vra tutusimu ni er tutusimu ver vraudusimu ever 你為什麼要申請這份工作了 他會這麼說 WUFU SAKU D YOPEN WUFU SAKU D YOPEN WUFU 是為什麼? SAKU 是申請 D Y YOPEN WUFU SAKU D YOPEN 一般的回答 其實我們是會這麼說的 在看到你們的招聘廣告以後 我覺得這是一份我想要的工作 而且我有相對應的教育 或者相對應的經驗 那麼這種回答其實是 國內國外都是一樣的 你要先讓人感到 讓HR感到你想要這份工作 而且你的之前的一些經驗 或者你的教育背景是能幫助的 特別是要強調的一點就是 你的那個相對應的那個教育背景和經驗 是對公司是有幫助的 必須得說出這一點 你那個獲得工作的機會才會大 我們現在再來一個一個 剛才讀這句話 FODY PACKEN JAY MEST BENES AMUSA JAY JAY SHIMES 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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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是因为,ET是以后,来,我,MASTE,CHAN,LESS,你们的,OMSET,广告,来,我,CHANESS,认为,ETR,相当于英文的意思 EN,即正,LOG,工作,人,我,HOPE,希望,O,和,然,我,他,有,ET是WARD,相对应的 那譬如,你要说,有相对应的教育,就是教育,这个它的挪威语,发音是ET FANCE 如果你要说,你有相关的经验,那么经验,它的挪威语读法是ET FAN 那么接着下来,他也会问一些很常见的问题 他会说,WARD CAN DU PITERA,ME I BAN,LOGEN WARD CAN DU PITERA,ME I BAN,LOGEN 他会问,你们为这本工作提供些什么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只要把你自己的本事就抛出来了 你要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那么,你就可以说出,你自己非常擅长于哪个方面 那么,非常擅长,它是整个说的那种威语 他就说,YAN A GONSKE,L,O YAN A GONSKE,C,O 后面是什么绝号,就是你要说到你自己在一个擅长的范围了 GEN A GONSKE,L,C,L,C,L,C,P,L,C C,L,C,G,L,C,L,C,L,C,L.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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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C 这也是接着关于的一些特殊的技能 那么来到这儿 那一般来说呢 HR特殊学会问 那你之前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因为他要看看你之前的一些工作 就看看其实也是一种了解一点 他会问 What are you updating now? It is in the air What are you updating now? It is in the air 在这里你就要回答 你是做之前是做或者什么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title 应该用 Yan Yan 我是什么什么 就你之前做的一些工作 就是你做了一些什么职位 就直接往下说 因为这里设计的范围比较广 我在这里就先不这么详细的说了 下一次我再继续做一些其他相关的课题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相关的工作经验 相关的职坑 工作稿位是怎么表达的 那么HR他同样也会问 有些人在词调上一份工作了 那么他就会说 WUF ZUTE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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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 其实在欧洲 你可以说你自己 你想换个工作环境 因为在欧洲 他们不会说你什么的 反正你想换环境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恰当的理由 因为他们都已经成了一种风气了 他们觉得人要换环境才是正常的 不换的那个才是 可能最不特别是长时间 在同一家公司来做 他们觉得可能还会有点怪怪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要说 是工作时间长了 小范的工作环境没问题 他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样的 反而他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原因 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ET NANTE O LOGTA 有人必须阿贼斯尼尼尼 ET NANTE O LOGTA AR YOU LINE HITER 他肯定会呗 at NANTE O LOGTA 在这学 demand上是 他其实是一个词组 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以后 是一个链接词 工作 然后 那里 留意愿 人 我 和 工作环境 或者你也同样可以说 你想要有一个新的挑战 那我们就会说 人有了 日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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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想 你 你 新的 你 挑战 那我们就刚才说 说这一句话我会显得 有一个雄心壮志 也是没关系的 我们说这些是一个很合理的结束 我们 接着下来 H 我们在工作上的楼梦先长出 我们 他会说 这些 一一二 十分 update UAF 工作上 那么你就可以说 非常擅长社交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听到这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说我擅长社交也要在这里说呢 因为特别是北欧人的 他们是很喜欢那种就很会社交的人 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每个人工 就是人在工作上不是很闷的 就是不是那个闷糊 做什么话都不说的那种人 相反他希望你在工作上多一点话 做才善于交流 而且在工作环境上 那个气氛才比较融洽 就不会死气沉沉的 就国内如果有些人 他会说你非常社交 国内的H8可能会认为 这跟我工作上没有什么关系 他在欧修了 他算是北欧了 他其实不是的 你说你是非常 你是上场社交的话 他都很开心 特别如果你是一个幽默的人的话 他都更喜欢了 甚至于在北欧的一些招聘广告上 他写着希望那个预聘的人 会有些什么性格 里面他就会写 他希望预聘者是幽默的 因为这样才能工作的时候 够了按了那个气氛上的一个改变 能使得整个气氛变得 起了融融 大家才富有创业 才有那个激情 才会更好的工作 所以说上场社交 是肯定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就会说 人啊 主持二 人啊 主持二 人是五 啊 主持二 因为主持二 它是一个形容词 它代表的就是擅长社交 或者你也可以说一些你自己的特长 那么你就从这里开始就说 人啊 主持二 人啊 主持二 全个号就是你自己的特长 人 是我 人啊 是 主持二 但是你这个词组 就是要擅长一些东西 下面这句话也是一个长的一句 它会说你在时间压力的时候 你是怎么工作的呢 那它会说 wouldn't lock you in the piece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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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个不一定是好的回答 那我就是一个打个比喻 那这里我忘了写那个词 就能解释了 那没关系 大家听我说 你这句话 如果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回答 你也可以自己说说其他的 我这里只是打一个比方 那么在欧洲呢 它是一个比较度于一个个人的 怎么说的一个性责了 那么他会问你是希望独立工作了 还是跟团队合作了 那么其实呢 他这么问了 并不是说要什么 他只是想看看 你的私人责 那其实你无论就想独立工作 还是反对合作呢 其实你直接跟他说都没关系的 对方说他也不会说什么 那么他会说 Full track due or your self-tent 而你提议 Full track due or your self-tent 而你提议 Full track due or your self-tent 独立的 L或者 一定是一个辞助 就在团队里面 那么呢 你就可以回答 你可以独立工作 也能跟团队合作 虽然说呢 其实你 无论怎样 你都可以照时回答 你可以说 你希望独立工作 也可以说 你喜欢跟团队合作 这不太重要 但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说 你两样都可以 你能独立工作 也能跟团队合作了 就能显示出 一个信息的结果 是比较友好的 或比较容易签注的 那这时候 我们该怎么说呢 Yankan Paul Lover Sales Tent O YT 就是说 我能独立工作 也能跟团队合作 Yankan Paul Lover Sales Tent O YT Lover 他可以 或是相当于英文的 O 就是两样 Lover 工作 Sales Tent 独立 O 和 EK 在团队 Lover 那么你也可以就继续说一下你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 去证明你是连过独立工作的 也能跟团队合作的 那么你要承明能 mole 能善于跟团队合作呢 可以说你能和其他人讨论问题 因为在外观看来了善于讨论才善于那种合作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Потом man will disputed make of them man will disputed make of the over man will be disputed man will be taught man will be information 那么来到这呢,HR呢,他会继续问一些问题,就来看看你的那个性责是怎样的 那么他就会问,你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你最喜欢的工作或是什么呢? 他会说,为了给他费不高,believe to best and best 二密集 而且他会问或是不要的不 所以,太阳太阳的位置是最后的工作是什么呢 那时候,你会在Facebook栏里面的 你会在Facebook栏里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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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比较的词 其实,它比较表达的是一个Facebook栏里面的意思 是不的意思 所以,这里就是不喜欢的意思 这句话,你不喜欢的工作是什么呢 那么,接着呢,你就可以回答 你喜欢做的是你的些事 然后,你不喜欢做的是你的些事 一般上,你不喜欢做的那个 其实,在Facebook栏里面不喜欢 你不喜欢做的那个就可以 尽量的少说一点 特别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岗位 不是,还不是很清楚的话 如果万能说错的话 比如,你现在不喜欢做的 就刚好是我工作上经常 你做那个工作岗位经常需要你去做的 那可能你做个失去 就得到工作的机会 所以,在这方面呢 倒是你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说 你喜欢做什么 你就可以说 やいけ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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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意思 いけ 是喜欢お 接着下面 就可以说 你要喜欢做些什么 好 那么HLR他会继续问 你自己的最大长处 或者那个短处 他是想看看 你自己要不了解你自己 也想看看你的心得到底 跟公司的那个想要的 合不合得来 他会问 What are the most positive or the negative you can see what are the most positive or negative you can see on the sun what are the most positive or negative 是一个词 他说表达就是dre 所以 是正方向 其实呢 在这里呢 他会翻译成长处 他原本的意识呢 就是正能量 正方向的意思 o 和 negative 所以是一样 他在这里 所表达的意识 是短处 但平时呢 他一般的意识 是反复方 复 复的意思 b b 是你 3 可以 c 说 公 相当于你们的 about f3 你自己 那么你就可以说 你自己的一些 信用上的那些 长处是什么 你就可以说你是积极的 有效益的 或者 蠻好的合作能力 这些呢 因为 这种回答呢 就比较 又可以说是官方的一点了 你回答这些呢 就肯定不会有错 你其他的话 有时候一发错的话 可能会比较威胁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如果来说自己是积极的 我们怎么说呢 原来就是我 是 肯定 积极的 那么 有效率的 它的诺文是 effective 或者 两个合作能力 它是 但是 sign of s and n 固定 sign of s and n 来到这版H&R的计时论 为什么我们要雇用你呢 它是想让你给一个合理的回答 表达给你自己的优势 那么你就可以说 我的经验和我的知识 肯定可以帮助你 那么在这句话里面 你也可以自己发散思维的去想想 你自己的长处 还有相对应的经验 还有相对应的经验 那相对应的知识 是什么 这样说出来呢 你就更加有说服你 别人公司才会幸福你 那就觉得雇用你 你是能帮到他们的 那在这里呢 那我就先简单的说 我相信我的经验 还是什么帮助你们 等多个言说法 对应该随意的 了解 我和finsicum 知识 他可以 需要的 帮助 带来 你们 然后H1他也会问 你觉得你现在对这份工作有一些了解 你觉得这份工作会有些什么样的难处呢 他会说 他会说的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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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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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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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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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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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我 缺乏 知识 相关 做到这里 你要最好表达一下 积极的 虽然你现在缺乏了一些 这个方面的知识 你很喜欢挑战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喜欢学 一般来说 你只要表达出 你是一个上进的人 你喜欢学 新东西的话对方公司 却不然太在乎见你 有可能一点点缺乏的 我们可以说 台湾ä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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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不等 挑战 和 人 我 学习 后面的选择 就是说你学习方面的知识 就是你缺乏的某个方面的知识 AQR他也会问 你对自己 通过五年以后 有了什么样的期待 其实他也是想看看你对你自己的 弟妹是怎样的 他会说 Va se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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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词组的他表达一些 有什么样的期待 Va se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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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领导或者统经营 这些就会显得比较稚气 更加突出一次一个勤奋的好处了人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么说 Yang hope hopefully is in a way Yang hope hopefully is in a way Yang hope hopefully is in a way Yang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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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n a way 那么我们来看看 其他的一些 职生的一个职务 是怎么说的 比方说 部长 部门领导 部门领导 Sang funstated Sang funstated Sang funstated 总经语 Takli quede Takli quede 随后的职务的表达以后 你们就可以自己套上去上面这一句话 能表达出你们以后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来到这里 一般的职务 他对你的问题 就问了 他肯定会问一下 你对 就是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那么他问你这句话的时候 特别在欧洲 你最好就先准备几个问题去 因为这样才显得 你对这份工作 是可况得到的 你是想进入这家公司的 那你就可说你想知道某个方面的东西 想知道是怎么说 Yai 睿op Yai 睿op Yai 是我 因为它 睿op 这是一个词统 就是想知道 后面的选择字FT 选择号就是想知道什么 你可以说想知道一些关于公司更多的概况 还有你的岗内的那些工作内容 这样呢会显示出 你对这个才会显示出 你是很正题这份工作的 或者也显示出你这个人很细心很细致 是让你或者工作的机会 做得大很多的 那么呢 问完以后 那我们今天呢 面试就结束了 我们就会在随时间里面 告诉你结果 那个在北欧拉一般来说 给予结果一般都存在 10天里面 就是两个礼拜以内通知的 那么他会说 Uko 那我们发的不大 你使用我们的单 有这个大部分 之后 那我们发的 一 那 一 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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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大部分 一 是一个 语气助词 那 就是 你 我们 算论 结束 一 那 是一词 就是今天的意思 你 我们 我们 做 将会 应 来 公知 来 你 你 在 最后 十四 OK 天 这样结束了 你就可以说一声 谢谢 很希望再听到你们的消息 那我们现在说 好 来 set 1 tell 1 1 1 好 来 set 1 tell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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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来 我 set 1 就是 看到 tell 这个链接词 2 1 2 3 1 1 2 2 1 2 2 2